这个档案主要用来辅助说明 伸缩矩阵在平面上的几何意义 那我们可以操作的方式有底几个地方 首先呢我们可以拉动左边穿个这个点 那么在这个同时呢 右边就会显示出它相对应的位置 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拉动 这个红色向量跟绿色向量 那当我们在拉动的同时呢 它就会改变整个这个伸缩矩阵 OK所以当我们在拉动的时候呢 原则上呢这个伸缩矩阵就会跟着改变 好那么在这个改变的同时呢 我们在上方就可以算出 它的相对应的点坐标 那么当然如果说我们要拉到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整数点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格线打开 OK把格线打开这样子的话 它就可以 就是说黏到比较这个漂亮的整数点上面 好那另外呢我们可以打开这个地方这个勾选框 好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反过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在这个平面上随便 就拉到一个点坐标上面 那么相对应的来讲呢 我们原来的这个点坐标就应该是在这儿 OK那这个逆运算呢 我们可以随着说明的需要 再把它打开或关闭 OK这就是这个答案主要的使用方式 就是这个答案主要的方式